一群人凶神扼煞向前逼近 双方冲突一触即发 眼见对方开枪 男子接连后退 随即从腰间掏出改造手枪 一连开了好几枪反击 现场火光四起 率先开枪的林姓祖嫌中枪倒地 只见一旁同伙赶紧高举双手投降 两派人马持续对战 一阵火拼后 另一方被叫来助阵开枪的 陈姓和红姓男子也立刻逃逸 恐怖薄火画面全曝光 事发就在14号凌晨台北万华区 临近西门町灯会旁传出枪击案 原来当时翁姓和林姓男子 到西门町附近的招待所 替朋友沁生却发生口角 翁姓男子一气之下找来朋友 要喊对方输赢 没想到林姓男子见状率先开枪 翁姓男子人马也回击 现场至少开了八枪 造成四人重弹受伤 林姓男子腿部重弹后 立刻就被朋友送医 同时把作案枪支交由 卸性共犯丢在新庄 这处公园的草丛里面 而警方深入一场还发现 他开枪击伤的其中一名联姓男子 竟然是天道蒙副蒙主的儿子 站在天道蒙蒙主 替把曾荫妇身边 就是副蒙主吉董连正吉 如今儿子帮朋友助阵中枪 道上也传出连正吉 发出江湖追杀令 本分局也会 依据现场的这些状况 我们也会 尽数来做一个厘清 那事后的这些约制 本分局也会尽数做一个处理 警方后续将弃枪共犯 及开枪的三人 移送北检侦办 至于翁姓男子中枪后 仍在医院治疗 虽然无名涉案嫌犯 都没有帮派助记 却和天道蒙及竹联邦走很近 除了各自涌枪 其中红姓嫌犯持有的瓦斯枪 甚至还和远景配备的PPQ手枪 一模一样 就怕演变成江湖大乱斗 警方也将严正以待 近视频从来程庆报道 我会有点免费的 不过 我会有点免费的 真的免费的 所以我会有点免费的